忍无可忍 国敢同盟军下了死命令 铲除四大家族 打掉 电炸保护伞 现如今这个世界局势乱 乱成一锅粥 俄乌冲突还在僵局之中 新一轮的八亿冲突不断升级 正当大家担心中东火药桶会继续爆炸的时候 好了 印度和巴基斯坦又突然交火 最后中缅边境有爆发激烈的冲突 甚至波及到我们云南的边境 在缅北的基站中 距离中缅边境最近的甚至只有100米左右 你知道战场上这个炮火横飞 炮弹可能会落到咱们境内居民楼的附近 一些建筑物外部也会受损 所幸的是目前并没有造成人员上的伤亡 这次的缅北战事爆发非常突然 可以说和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如出一辙 当地的国杆同盟军等武装同盟突然采取主动的一些行动 快速发起攻势 并宣布成功攻克了清水河等地 他们篡夺了国杆的控制权 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帝国 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普通民众的疾苦之上 比如说白锁成家族 他们通过建立博彩帝国和所谓的科技园区搞电站 从中牟利 卫超人家族以其影响力和资源不择手段的发展了一系列恶名昭著的电渣产业 其中就包括背后操纵网红李赛宝 而刘国喜家族更是残忍至极 他是通过非法的矿业活动奴役无辜人民甚至贩卖人口进行器官交易 毫无顾忌的摧残人民的生命 在网络上对于这些家族的奋讨之声不绝于耳 有网友评论道 这些家族实际上就是现代的土匪 他们不守信义 实在令人愤怒 还有网友提到 如果彭家生当年的禁毒政策能够在国感执行下去 或许情况有所不同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 虽然国感同盟军在最初阶段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但是想要轻易灭掉这四大家族 还是不太现实的 一方面 这四大家族在缅北已经深耕多年 他们手中有大量的武器和人力资源 并且近年来 他们从这些电炸园区中获得了大量的资金 况且现如今 缅北四大家族仿佛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 据了解他们已经开始召集兵力 准备对国感同盟军进行反击 而另一方面 国感同盟军大部分只装备了一些轻武器 但是缅甸正规军却拥有庞大的军队 和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比如说战机 火箭炮 武装直升机 无人机 重炮等等 一旦缅甸军队对其进攻 国感同盟军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很难取得对缅北赌场 酒店和电炸园区等重要目标的胜利 此外 他们还可能遭受到缅北电炸集团和缅甸军队的 同时的夹击和残酷的压制 所以这条道路对于彭德仁率领的国感同盟军来说 任重而道远 不过他们也已经忍耐了14年了 所以即便遭遇到困难 我想也不会轻易退缩吧